你在干嘛 果泉转让代理书 我已经签了 我问你这事在干什么 我不应该继续住这儿了 我要搬出去 如果我妈醒过来 她会给你一个说法 任何法律上的判决 我都无条件接受 该还你的 我全部都会还给你的 你本来外面你住哪儿 我可以自己租房子 租房子 就凭你在电视台那点实习工资 你自己都要忽略 就算住得再差 吃得再差 比起生活在这里 心里所承受的痛苦 要好受得多 我知道你恨着我和我妈 但你没有权利限制我的自由 你不能走 好 那我就去报警 告你限制我的自由 就算你再有钱 你也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你以为你签了协议 你以为你签了协议 你就跟周家没关系了吗 你可以这样理解 等一下 你后悔了 我做事就没后悔过 但是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忘了吧 你想干什么 她的账户已经被冻结了 你拿什么来支付 她每天那么高额的医疗费啊 如果没有我的帮助 你妈妈可得不到 这么好的治疗 我都已经答应 把股钱转让给你了 你还要我怎么样 我要跟你定立一个契约 契约的内容由我来定 你就照着契约遵守 这样才能给叶思荣赚取医疗费 你 你这是魔鬼奇缘 所以你怎么想 只要你遵守就行 好啊 我看你已经有决定了 特护病房之班是吗 我是周远赵 今天夜宿 我同意 不管是什么奇缘 我都答应你们好好照顾叶思荣吧 对了 他醒了 第一时间报警 记约的第一条 就是我要找你的时候 无论你在哪儿 必须以最短的时间 出现在我面前 是不是 我是周远赵 dür安装可以 determ